今天这发动机的声 多好听 这怎么跟拖拉机似的 不是 刘总 你也太坚固朴素了吧 都发成这样了 开这么个老爷车 老任 你这就不懂了吧 我这老爷车 比我的奔驰还贵呢 是我从非洲逃上来的 那电影《巴顿将军》看过吗 没有 我这车跟巴顿将军同款 这都是高级将领开的 刘总你也算是中国企业家 大扮个巴顿了吧 是是是 明明 你要不要过来跟我干 我给你个军长啊旅长啊 看看那 喂喂喂 刘总 他不在这么当中挖人呢 你还真当真了 他呀不会跟我干的 他不服我 他呀只服我们那大师兄杨柳 对吧 知道就好 你们说我把这个激功岭给他盘下来好不好 在这弄个风景区 把那片房子 把那儿装一装 弄个五星级酒店将来交给朋友 好啊 太好了 我早就说过 刘总绝不是一般的人 是啊 那当然了 刘总上大学的时候就不是一般人 那胸怀 那智慧 是是是 成天做大头梦 我告诉你啊 萍萍 那不叫大头梦 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 就是一个有梦想的时代 对对对 我就是要做这个梦 对 做梦 这地儿行业来了 人家名太厚 不好听 激功岭叫个什么名呢 叫个啥 你要干什么 阿尔卑斯 好 起立马扎罗 你怎么不叫珠穆朗马呢 中国最高峰 世界最高点 这个好啊 这个我喜欢 好好好 就叫这名了 就叫珠穆朗马景区 好听 谢谢啊 萍萍 厉害啊 你们宏远集团 真是我们的救命恩人 这个钱明知道 我大会上都会说 我们红星有一个 伟大的合作者 那就是宏远集团的刘总 全国企业家 我们老人就负一个人 就是你 我说 你们这一老一少的 一唱一喝的 就这么奉上我 不是 这回头把我弄骄傲了怎么办 你是不是缺钱 缺钱你就直接说 你缺钱好不好 那 那我就向你汇报了 别汇报啊 你说个数 我信任你 你说几千万还是几个亿 刘逼定 你开银行了 这么大方 我跟你说 不是说我这个人大方 是我手里这些资金呢 他要寻找这个出路 他要找到自己的利润点 是吧 谁都怕手里钱太多 他咬手啊 我不想要这些钱 别人都非要往里来 哥 你不要你还得罪人了 哥 你先告诉我 真的假的 这能是假的吗 好 刘逼定 这一次我们想要两个亿 对 哥 红星老厂计改 预算两点三个亿 给你 刘逼定 但是别别别 但是咱亲兄弟明算账 这两点三亿 你得按年利百分十六给我 不不不 刘逼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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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他又出息了 还放高利贷啊你 我怎么就是放高利贷了 这百分之十六里边啊 我只占百分之三 剩下那百分之十三 那都是给秦心廷的 他呢 给我成立了一个资金池 让我帮他找好的项目 帮上他挣钱 我收百分之三不算多吧 那我去找秦心廷 让他让我们一两个点 好 好 我劝你别去 好 秦心廷他可是铁石金城 你不是不知道 而且他手里这些钱呀 那都是 那些买了他信托产品的 客户的钱 他答应人家 给人家百分之十年利率 你说他自己呢 就剩百分之三辛苦钱了 对吧 这也能理解 那我去找杨柳 让他跟秦心廷说 让我们一个点 行啊 那你去试试去吧 看看这杨大善人 能不能说服秦老大 好不好 行行行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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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秦平 汉仲跟咱在市场上是竞争对手 不找了 不找了 行了 走吧 上车 行 上车吧 快上车呀 走啊 不走 快点吧 那那那我先上了啊 我先上 一分之十六 不算高的 怎么那么高啊 不是 那你现在跟谁生气呢 走 上车 走 上车 不上 拿着这伤吧 非让我抬起来 你干什么你 你别怕啊 我还迷信了你 上车 你干什么你 怎么着 快上车吧 我毕竟你给我个准化 那行 这么吧 我从我这百分之三里 我再让你们 百分之零点五 好吧 老人把包给我让他签 好好好 好好好 天儿签什么字啊 又没打印记 我跟你说啊 刘宾你都这样 说话不算数了 是 现在必须得让他先 把这个字给签下来 你现在签这叫白条 不算数你知道吗 怎么这不算数 合同罚我不会啊 你开车吧 开吧 开吧 前面你帮我看看 这点怎么样啊 挺好看的呀 挺有格调的 你这漏得有点多呀 还好吧 你有没有想过 跟着我们干呀 来洪远做办公室主任呀 我不去 我学机械动力的 我不想放弃专业 说到这儿 可是我还真挺佩服你 你说当初啊 咱们五个女生 搞这个专业 也就是你坚持到现在了 但是吧 咱们毕竟不是 二十多岁小姑娘呢 你也得为自己的 以后着想 别操这批闲心了 你们家毕丁也未必 愿意我带她身边 那倒也是 没准啊 她以为你是我 安插她身边的眼线 帮我拿下介绍去 我可不要在你们中间 讲过了 但是人们毕丁都有挺好的 谢谢 要不是她 人老人也不见得会放我 你都会戏死我 她生什么气啊 人往高处走啊 看一下这个 刘强到底给你拉了 多少饥荒呀 你到底欠了多少钱 跟我说个数 姐们帮你还了 不用 都还差不多了 这些年杨柳不是一直都 资助我们吗 你说这情 我也不知道怎么还才好 杨柳她就是个大好人 她总是给别人一种 温暖的感觉 杨柳怎么没把你留在集团呀 她把你调到北极去 是故意的吧 什么故意的 故意错了你跟苏和平啊 苏和平现在单人你不知道啊 你别闹了 我父母不是在北极吗 杨柳知道 我一直想回北极 我爸妈年纪大了 李今年好照顾 再说现在北极不是上市公司吗 工资也不错 福利也好啊 他也是想让我多挣点 行吧 也有点道理 浅平 说实话 我真的有点替你担心 你说高强走了 你们俩连个孩子都没有 你还得再找 你可不能这么委屈自己 就随缘吧 你一把年纪了想这事干吗 什么一把年纪 不说 我跟你讲啊 咱们得抓住青春的尾巴 依我看啊 孙和平就不错啊 大家都知根知底的 多好呀 你好好考虑去 知根知底才不好办的 这太难处了 我跟苏和平都跟兄弟似的 我手上你攥的 全是对方的黑料 呸呸呸 兄弟什么样 我跟你说啊 人家孙和平 人家啊 现在是钻石房老五 我听说啊 好多小姑娘都垫着呢 你可得给我看紧了啊 到时候 肥水可不能流个外人天 那人爱丁丁去呗 这水 喜欢留哪儿留哪儿 去关我什么事呢 别现在嘴硬 到时候后悔的就是你了 有什么可后悔的 我觉得我现在挺好的 好吗 瞧瞧你这事打扮 怎么了 你点女人味都没有 不是挺好的呀 挺干净的呢 算了吧 在我这儿给你挑一件吧 别别别 我就别挑了 咱不能浪费这么好的底子 来 我帮你挑一件 我不是要欢迎 你别让我换了太麻烦了 这个 你就说好不好看 不是 这设计是挺好的 但我怎么觉得有点怪呢 你没换鞋 别让我给你配上 真是 你发来发现 现在孙孙孙孙 跟以前不一样了 比以前有新眼了 人家这点成熟 你还像人 永远像年轻的时候 那么多精啊 也是 跟着你们杨柳 跟柔弥定混这么多年 真的不长点心眼 这几年自然白活了 怎么样 这鞋配上是不是很好看 是不一样啊 但我跟你说呀 你可千万别小瞧孙和平 没准啊 人家能够精出于蓝 胜于蓝呢 杨柳说的还是必定说的 两个人都说了 杨柳最近啊 被孙和平等得心烦意乱的 我们家必定也一直说他 狡猾 那这两位老大 都盯上孙和平了 对啊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最近啊 不管杨老大说什么 孙和平都打一个闷 好 那我是杨柳 我送到孙和平身边的 他不会连我都打个问号吧 那也不能够 你想多了 不是我认真的 我跟杨柳关系就摆那儿了 他 孙和平心眼那么多 就算嘴上不说 那心里不知道在嘀咕什么呢 有道理 那要不然还是来我们这儿 做办公室主任吧 我不去 这衣服可以吧 有点紧着 酒店大堂有人被厕杀 你们听说了吗 我知道 好像是 红眼集团那个员工 说着情杀 那还在耗着干吗呀 刘碧定通知了都不许走 说这个宴会照常进行 清平 说咱的事吧 任燕安这回过来 就是向刘碧定立行汇报的 刚刚见过刘碧定就出去了 走了 你没跟任燕安说 今天我跟田野里 跟他见一面 说了 但是 你们的身份 我没敢跟他说 你为什么不告诉他 不是 心胸坦荡 咱们又不是偷鸡摸鸡是吧 北极是汉仲集团的 跟红心重装 一直是市场对手 我要这么跟老人说了 他该跟我急了 不 你 你可以跟他解释一下吗 我们就是做发动机了 对啊 那怎么了 老子出去打架 儿子也得出去打呀 可不吗 你这话别让养友听到啊 行 说老人的事吧 大体呢就是这样 老人是实干家 在西川省慰望很高 何止是西川省啊 在全国的机械装备行业 慰望都很高 那是 我们老人可是知名的重卡专家 你们汉仲集团 就没这样的人 秦平 你这立场有问题啊 嗯 他已经不是你们的老人了 哦 对对对 我已经加盟汉仲集团了 加盟北极股份了 这还有区别吗 当然有区别 而且区别很大 这美国的卡明斯啊 本来想入股工兴 当时把这个洋流给紧张坏了 就是刘碧丁的希望滋控啊 十个亿的真金白银 挡住了卡明斯 你们说说 这刘碧丁投这十个亿 有什么目的啊 刘碧丁倒是在红星厂说过 要做大做强重卡装备工业 刘碧丁是个理想的人吗 我觉得他就是资本玩家 哎 别小瞧刘碧丁啊 他毕竟也是 机械动力系的高材生 老人去咱们学校了 去汉大干什么呀 挖人 这老人真喜欢 你们聊 好 帮我打个电话 怎么了 有话要跟我谈啊 不是 跟你谈谈心 那行 孙弄 请指示 我什么指示 谈谈心